这个上午时间 刚抱瑶瑶给我妈 让我妈带着她 在这坐这休息休息啊 瑶瑶 你和宝宝 她最近吃的有点胖啊 可是你看她脸上的肉 认识不认识 就爽脆了 是不是 嗯 哎呦 哎呦 哈哈 嗯 嗯 也都严了 严了 也都严了 嗯 这应该摸摸牛 看 摸牛摸牛 好多好了 要给她装油了 给她弄 哎呀 这再从 你看见了 标情 哎呦 这小标情可多 哎呀我那天 哎呀 嗯 嗯 嗯 哦 哦 可静 姨姨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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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给瑶瑶穿 是不是啊 姨姨的衣服 刚好给瑶瑶穿 哎呀 姨姨姐姐的衣服 是不是啊 嗯 哎呦 嘿 嗯 看她那头 看她那头发 哎呦 那头发 那头发 不是那么晃啊 那头发 不是那么晃啊 不是那么晃啊 那头发 嗯 张大可不扔了 是吧 哈哈 张大不扔了 她说没有的 她说以后 以后还会变黑的 哎呀 嗯 嗯 你也要磕水 不磕水 忘了啊 下午玩 下午睡 嗯 好不好 嗯 出来 早上出来透透心空气 一天的时间都过去了 是不是啊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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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打个招呼 再见 你说再见 哈哈哈哈 嗯 吃了可是真是有点棒了 吃了 哎呦 这不仔细看我 哎呦 再见 哎呦 大膏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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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家伙儿张脸 哎呦 真可爱 哎呦 哎呦 你看这脸上肉堵堵的 哈哈 肉堵堵的 嗯 老可爱的 小可爱 我的小可爱 是不是 杨杨 现在早上时间抱着瑶瑶啊 刚还是我抱着 然后给我妈呀 就是这样 让她在院子里面 再让她在这儿玩一会儿 你看看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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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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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然后现在是下午时间 下午时间的话 刚才他们都出来玩了很久了 刚把他俩关进去 然后把里面的卫生给搞一下 然后的话就最近发生一些事情 可是最近我才知道的 就是我前面大伯家的 他之前他家养的也有狗 然后有一个小狗 然后今天听我妈说 然后得了这个 好像是翻肠子吧 可能是细小 就是这样去世了 然后后来我再一打听 周围好几家 都有这些小狗的 好像都翻肠子了 在我们河南这边叫翻肠子 很多小狗都翻肠子 得细小的应该是 我估计是这样的 没跑的 就是这样 农村叫翻肠子 但是我们这边知道的 对对 我这边也有经验了 就知道叫细小 然后我有提醒他 让他用一些八次消毒液啥的 去把那些沙沙毒啥的 因为毕竟在农村活动 这些毛孩子 还好我给家里这些毛孩子 都给他们打的有疫苗 今年打疫苗 因为之前有粉丝说 在大狗不用每年都打 对不对 但是今年的话 肯定都给他们打了 因为不打的话 属实是不放心 再加上最近出现了 突然今天发现了这个情况 就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是夏天 是细小的高发期 还是咋回事 不知道 所以的话 最近家里也要进入 一级整备状态 猫孩子是能不放他们出去 就不放他们出去 就是这样 否则的话 再染上的话 因为任何疫苗 他也没说 没办法说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万的保证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的话 安全为主的话 还是 还是要严格的去管理的 就是这样 就是不希望家里这些 再染上 虽然他们年龄都大了一些 对不对 但是能安全就安全一些 就是这样 太吓人了 我听到西小 我的心都跟着提到嗓子样 就是这样 反正这个点 我还是放着他们出去玩的 但是现在的话 我是不敢的 玩的差不多了 就把他们放到这里面了 就是这样 因为小黑的话 他老是 他老是这个挑逗笨笨狗 我属实是很无奈 他老是想骑到笨笨头上 就是这样 我真的是很无奈 这样的话 也挺好的 对吧 现在也是 维持在一种平衡状态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好了 回来 那里呀 这是万钱没够 挑箱出去 是不是笨笨 是不是挑箱出去 是不是挑箱出去 那外头弄出去不弄 不弄出去了 就是这样 不能出去 好了 最近不弄出到外头 听一下吗 最近不弄出去 跟他们说一声 最近都不能出去 最近外面很危险 家里面又进入紧急状态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你俩也听话 去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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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维持的一种平衡状态 去 是最好的 就是这样 我现在也是尽我最大的能力 去照顾这些毛孩子 因为飞飞的话 是坚持 要在这个房间休息 带着孩子 就是这样 这我也没办法 这个毛孩子和 对吧 睡觉的床 对不对 也就一米之隔 就是这样 一线之隔 所以的话 我要想出一个非常合理 合规 对吧 然后合情合法的方式 一边是要养好他们 另一边 要和人处于一种平衡的关系状态下 让这些毛孩子 就是这样 所以的话 就没有办法一天24小时 把这个黄豆 还有这个小黑他俩放开 没有办法一天24小时 因为他们 四个凑在一起 这矛盾就顿生 就是这样 对吧 然后在我对吧 合理的范围内 给他们放出来 让他们玩 玩完之后 再各自的把他们再分开 就是我现在目前的这个 对吧 就是毛孩子的节奏 就是这样 然后楼上的话 毛豆毛还没给他捡 前两天因为突然变得很热 我说要赶快带他去 然后这两天是刮了 刮了一次风 然后温度降下来之后 然后我发现 早上还挺冷的 所以我说再过几天再带他去 就是这样 过几天再带他去 反正他在楼上生活 他也不下来 对不对 也没有在 也不会跑到外面 对不对 没有这个细小的安全隐患 应该没问题 就过几天带他去 就是这样 然后其他的话 就是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 一切都是在按照我的这个 对吧 按照我的这个 对吧 就是这个节奏 在养毛孩子 就是这些毛孩子 我现在每天也是压力很大 经历 反正是 通通面面面的 全部都用完了 感觉 有的时候就 心力憔悴 就是心力 就是心 就是全部用完了 对吧 有的时候做的也不周到 大家多多见谅 就是这样 反正就是能给他们提供的 就是现在的 目前的这个环境 就希望他们每个毛孩子啊 身体健健康康的 就是这样 不要再出啥问题了 就是这样 嗯 嗯 好